那我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个 呃 硫磺罩 我们的医学硫磺罩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说 呃 我们要知道两个东西是 一是肥皂它是怎么形成的 二是为什么我们愿有一些产品 或者有一些肥皂啊 它会对我们的身体啊 手啊 产生一些我们讲的敏感反应 首先肥皂啊 它是有两个东西组成的 一个是油 一个是 氢氧化纳 那氢氧化纳 它为什么这两个东西会 会直接伤害到我们皮肤呢 首先我们讲 我们讲 氢氧化纳 氢氧化纳是碱性的东西 虽然说 不是说最碱性的东西一定是好的 一条线嘛 一边极碱一边极酸 只要到极的时候 最最旁边的时候啊 它都是会具一些啊 带有一些伤害性的 极酸它是会腐蚀我们的皮肤 甚至会发热 那极碱 它不会发热 但是它会腐蚀我们的皮肤 这是为什么一些清洁产品 肥皂啊 它可以做清洁的动作 因为带有腐蚀性 那为什么说这个碱性 它会腐蚀我们的这些手啊 皮肤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普通肥皂啦 我们肥皂通常分两种 一种是工业皂 就是普通我们买的肥皂 一种就是我们 我们常看听到的讲的手工皂 那工业皂啊 它需要做肥皂 它需要加热 工业皂在加热的时候啊 它的温度可以去到95度到105度 那 那个手工皂不能 手工皂它maximum 它最多差不多维持在60度 做手工皂维持在60度 那 这个不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会导致啊 刚刚我讲的清洋化那 它不会完全皂化 就是做肥皂的时候 它不会完全变成一个 不会完全挥发掉 那它剩下的东西里面东西 我们叫 极碱性的东西 这个东西就会伤害我们的皮肤了 我刚才讲极碱东西会 腐蚀我们的那些皮肤 这是其中一个 那 第二个就是讲到油 油嘛 油 为什么它油也会伤害那种皮肤 因为油它在提炼的时候 如果它不够纯 它会剩下一些杂质 就是比较劣质的油 留在我们手上的话 它一些颗粒那些 不好的东西啊 细菌啊 慢慢滋生啊 也是一样导致我们皮肤的表面啊 它会轻死我们的皮肤 形成那个细菌 那我们的一 我们的一 一额血那个 手工皂啊 它不一样地方是什么 它用的是纯油 椰子油 首先纯油它会发 呃 它消化的快 提炼的很快 所以它会 做的很干净 不用很高温 它也可以 把里面的杂质 完全挥发掉 第二个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呃 氢氧化呢 因为油 它很快可以挥发掉 所以说它 就算它在低温 我们这里肥皂 它是在低温下做的 它就算在低温啊 它也可以做到 呃 完全造化 为什么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原料 它用的好 所以它 不会在我们手上 留下一些 莫名的呃 那些残留物啊 来侵害我们的那个 手什么的 OK 这是第一点 啊 我们讲到这个 敏感哈 皮肤敏感 那不得不提到 就是 蜆 蜆 五种 五种蜆 头蜆 足蜆 足蜆 我们讲 三杆脚 骨蜆 在大腿 里面的那种蜆 夹 蜆 就会一个是 提蜆 皮肤蜆 我个人是 有提蜆 我 我是 展蜆 展蛮多年的了 那 它这个蜆 为什么会展蜆 就是因为 上面有那个真菌 OK 我知道可能 这边展蜆的朋友啊 他们经常会想到的就是 医生啊 医生讲 季口啊 鱼不能吃 虾不能吃 什么海鲜不能吃 OK 这是其一 第二个 他们会注意到的 我要去买药图 但是第三个 很常有人忽略的 就是一个清洁的动作 怎么说 因为其实哈 它在皮肤上 为什么它会展那个蜆 它上面有那个真菌嘛 尤其是我们买 真菌它 资深的条件是什么 温度高 湿度高 我们买一下 这是他们的那个天堂 一年四季如下 长在我们的国家 在我们的 区域在赤道上面 四季如下 都是温温的 都是湿湿的 所以说上面的真菌 长很快了 那些稍微皮肤不好的人啊 就很容易生险了 它其实是长在表面上 我们可以忌口可以涂药 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动作 就是清理动作 我们的那个医学 它的那个硫磺罩啊 我们都讲它叫硫磺罩 就是硫磺这个成分 它可以帮助我们 去掉那个真菌 这个硫磺 它从以前来 它都是用来 跟治疗皮肤有关系的 OK 你可以在那个我的 那个slide上面看到 它想说在皮肤上涂抹磺磺的话 它会起到一个 有机物作用 会产生一个化学作用 这个作用 它可以去掉皮肤的角质 甚至可以杀菌 所以这是为什么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 我展显的时候 我有用了这一粒肥皂 我用完了一整粒 差不多在一个月里面 我养的时候抓一定会抓破嘛 可是我洗完之后啊 它会让我保持干爽 没有这么痒 但是又不是那种干到 普通肥皂干到啊 你皮肤可以扯下来那一种 这个也不会哦 为什么呢 因为 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啊 叫做 养肋多萃取物 就是我们平时喝到那个优格 它叫做菲德氏菌 这个菌呢 它可以起到保湿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图片里面 第一张10分钟的图片 这位伙伴他的 左手带有链子那条手啊 它是用过医学肥皂的 它稍微有一点点那么 白皙一点 因为这个养肋多 养肋多菲德氏菌 它可以有助于美白 那我们可以看第二张 它用了一个小时 我们怎么用啊 我们是把那个肥皂放在水里面 进一个10秒钟 然后拿出来搓泡泡 涂在它脚上用保鲜膜拿来盖起来 让它做一个滋润的动作 可以明显看到 翼的那张脚它还是很均裂很干 甚至上面有一些 有一些很厚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裂掉的地方 那第二张是用好 用了一个小时之后啊 它有修复掉 这就是它里面真正有的那个功效 这样子 那 我们我们如果说我们要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就是说 可能我们 我们我们会要记得要吃药 要记得要吐药 可是其实清洁动作也是蛮重要的 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避免到很多 因为这个养肋多 它的里面那个养肋多 它的那个养肋多菲德氏菌啊 它有一个功效啊 是保湿 其实保湿不是意义上那种 我们知道的保湿水润 它这是其中一个 最重要的保湿的作用是啊 让你的皮肤的那个抵抗力增加 人70%水做的嘛 所以说我们水吸进去 它自然会形成很多我们天然的那个 呃 我们叫免疫力啊 抵抗力啊 所以保湿其实是有这个动作的 它保湿可以润的同时 我们 它增加我们皮肤的那个抵抗力 抵御外界那些细菌增菌的感染 这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 啊 瓶磺罩的一些新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